嗨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我是Huan 前陣子我在蝦皮上買了一把二手鍵盤 就是這個德國機械軸大廠Cherry 他們所推出的鍵盤 那我原本以為他是機械軸的 畢竟是大名鼎鼎的Cherry嘛 機械軸龍頭廠所推出的鍵盤 怎麼可能不是機械的嘛對不對 那我會買他也基本上是這個原因 但也不知道是發生甚麼事情 可能當天太陽黑子太過強烈 或是七星連珠,整個磁場大變 當下我竟然沒有仔細的去做考證 就直接爽快下單了 沒想要收到之後我試按了一下 才驚然發現它是薄膜鍵盤 我這把的型號是RS6000M 那你要買G80的系列,才是使用機械軸 所以等於我花了600塊錢 買了一把相當的歲月感的薄膜鍵盤 本來我還想說要拍一支影片跟你們炫耀一下 結果就這麼被打臉了 那我後來是直接拍了一支SHOTE短片 簡短的跟你們分享這些蠢事 那也不意外的,受到你們無情的嘲笑 還有人拿雅量來魔改的 都是一群沒血沒類的人 不過也有觀眾朋友給我一個暖心的建議 讓我可以拍一集《慘絕人寰企劃》 看到這個留言真的是讓我體股灌頂 對呀我怎麼沒想到 有時候我們人生中遇到許多的不如意 你也許會覺得痛苦,感覺世界拋棄你了 但俗話來說的好,危機就是轉機嘛 我為什麼不要試著轉念 一樣把它做成這支企劃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久違的慘絕人寰又回歸了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我這支的經驗 來造福這個社會 讓大家不要像我一樣犯蠢 那也順便轉個影片收益 來密撥我這600元的巨額損失 這筆錢我本來是可以拿去付房屋投款的 所以對我們剛剛話繼續說再來開始 這支影片的計劃是由台灣的儲存大廠 Apasser 宇佔科技贊助 很多人不知道,其實Apasser他們 是由公控領域起價的儲存大廠 所以不管是公控、消費性或電競類的產品 他們都是秉持高於業界 並且最嚴謹的製造和頻控標準 因此每項產品都有很可靠的品質 真的要感謝他們,再來我們買錯鍵盤 損失至少超過10個便當前的窮途末路下 願意對我們頻道伸出援手 拯救我於水生火熱之中 那這是他們家的AS2280 Q4U M.2 SSD 走的是PCIe Gen4的擺設通道 NVMe 1.4 協議 這條迷你的電競小湯匙 用的是群聯的PS5018 X8 目前市面上性能的第一梯對於Gen4主控 所以讀寫速度最高是上到70004和7000 基本已經接近PCIe 4.0擺設極限頻寬了 加上說配備了獨立的DRAM緩衝 以及SLC快取 來強化SSD,在大檔吞圖下的表現 如果要最強大的SSD 那選擇AS2280 Q4U這個規格極具就沒錯了 那SSD本身還會附帶高質感的散熱片 能有效為SSD帶來15%降溫 這條旗艦小湯匙 你除了可以拿來擴充電腦容量 享受高速的讀寫之外 他也可以拿來擴充PS5 而且他的散熱片高度 也剛剛好能相容於機身內 可以說是泛用性非常廣喔 那SSD本身提供5年的有線保固 提供玩家們完整的售後保障 那如果對他有興趣的想了解更多 可以參考下方內容人的連結 而且重點是,那裡還有我們頻道專屬的某某賣場 廠商說要給你們一個超殺價格 所以如果想入手的,你就飛過去看看 好那我們就繼續回歸正題 那我們還是來簡單看一下這把RS6000M的外觀 這也是我想要入手的其中一個原因 他就是我印象中 國小時期電腦教室裡面的那種鍵盤 非常復古 而且重點是,他還要有這種米白色稍微泛黃的外觀 這個味道才夠濃厚喔 我小時候打風之谷,基本上就是用這種鍵盤的 實在是太難的懷念 所以在我心中也是有個情懷吧 每到我看到這種鍵盤,就會想起小時候用電腦的回憶 那我在想說,之所以我看到他當下 會直覺式的以為他是機械鍵盤 可能是之前看過很多網友在分享 很多古董鍵盤,他們都是用機械軸體的 可能有些年輕的觀眾不知道 現在PC硬體卻很流行的機械鍵盤 其實他的歷史是比想像中悠久的 早在40年前就是1981年 IBM推出的第一台個人電腦5150 他配的鍵盤就是機械鍵盤 那機械軸很大的特色就是相當耐用 使用壽命很長 品質好,機械鍵盤用個10年其他也不是問題 你甚至可以拿來當女兒的嫁裝 但他的缺點就是造價成本高 每個按鍵都是獨立的機械軸 價格真的就貴嘛,那也不好普及 而後來薄木鍵盤的推出 才讓鍵盤的造價成本下降 我們如今的個人電腦 才有便宜實惠的鍵盤可以使用 只是因為近幾年電競風潮興起 機械軸能帶來更好的操作手感 所以才要再度的流行起來 變成幾乎是每位玩家的標配 然後也開始加入了各種燒裡燒氣的功能和外觀 像RGB就是最鮮明的那個 所以機械鍵盤的歷史是非常悠久的 那我的想法就很簡單 只要我買到這把鍵盤夠老 比薄木推出的時間更早 那就八九不離十是機械鍵盤 不過顯然這次我是吃憋了 沒有好好做功課就會變這樣子 那這把RS6000M它的鍵位佈局 其實跟現在的鍵盤差不多 右上方這三個經典的狀態燈也有 而且亮燈一定是要綠色的才對 那中間下方這裡 還留有這個像文件還有滑鼠標誌的按鍵 現在的鍵盤因為講求功能性 所以有一些已經替換成FN鍵 也就是複合性的功能鍵 可以拿來調像式音量、RGB亮度 還有燈光模式、風水等等 各種小卡層的操作 那以前的鍵盤就跟初戀一樣 往往都是比較單純一點 那不瞞各位喔 我用鍵盤的年資也有二十多年有了 從來都不知道這個按鍵的功能是什麼 也沒有去使用過 那仔細去查一下才知道 這個按鍵它等同是滑鼠右鍵的功能 如果你剛好沒有滑鼠或是右鍵故障 它就可以取代做使用 感覺不是什麼冷門功能 我竟然都沒有去注意到 那說個題外話喔 有觀眾分享說可以從鍵盤的Windows符號樣式 來大致推算它的年紀 像現在的鍵盤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基本都是改成Windows 8之後的這種扁平化的2D設計 那從我這把S6000M的樣式來看 沒意外是Windows 7的時期差不多 所以最老的話可能也10年有了 那如果再更老一點 能看到Windows 95的符號 說不定是機械鍵盤的機會會更大一些 那這段花600塊錢買一把二手薄膜 感覺就是一片優質的盤子 不過實際上它的按壓手感 確實是我用過的薄膜鍵盤中 表現還不錯的 除了鍵程足夠之外 它的回彈力度也還算OK 按壓下去的手感雖然很薄膜 但整體打字的體驗是可以接受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這把是純音刻的版本 不知道是從國外進口的 還是它本來就沒有注音的緣故 那沒有注音在外觀上自然就簡潔乾淨許多 如果它是機械手的話就這麼完美了 就外觀來說,我個人還是很喜歡的 再來接口的部分 它用的是有年代感的PS2 它是1987年的時候由IBM推出的 不過雖然這個接口看似過時 現在的主機板也很少有了 但其實因為PS2接口它的運作協議 是你每按一個鍵 它就傳送一個指定訊號給電腦 所以可以很輕鬆的實現全鍵無衝突 相比之下USB如果沒有做特別的處理 一般來說最多就是6鍵無充 比如像我手邊這個邏輯的無線鍵盤 當你按著6個按鍵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他按鍵是沒辦法再被觸發的 代表說它只有做到6鍵無充 那全鍵無充的好處在於你可能打遊戲 操作手術極快或超級複雜 遊戲已經快到得同時按壓了 最重要為了確保每個按鍵都能被觸發 有沒有無充突就非常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有些主機板 還有預留PS2的接口 像我家裡的電腦 它熟視中的Z1900TOMOHK就有 我也就是可以讓你接相關的設備 真的是蠻有趣的 那因為PS2不支援熱插把 所以我把電腦開機的情況下 接上鍵盤是無法使用的 一定要開機之前先接好 這也算是學到一課 太久沒有用都忘記這種小細節 那也覺得我真的是被現在的科技給寵壞了 USB熱插把隨差即用 然後記憶體也是隨拔隨斷電 多拔幾次就可以換新的,非常方便 那到這裡我們的鍵盤就已經聊的差不多了 不過為了別讓影片太過單調 那也或許是要填補我空洞的心靈 所以我去買了一把Terry的鍵盤來開箱 順便走個對比 這個是他們自家推出的MX Sport 2.0 詳細型號標在側邊這裡 叫做G80-38 這把就是我在短片裡面提到的G80系列 那也是純正的機械鍵盤了 用的是Terry自家推出的MX軸 這次我就有再三做確認了 真的是機械鍵盤沒錯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它的價格 它的原價大概在2000出 那我剛好看到它在PC Party上特價只賣1290 而且又剛好是Cherry家的 所以就把它買回來做這次的戲劃 能夠1000出頭就買到Cherry軸的機械鍵盤 而且還是原廠推出的 我個人是覺得滿划算 因為你們可以去看Cherry軸的售價 市面上零售一個大概也要賣個10塊左右 我們就以一個10塊來算 像這種104件的鍵盤 光機械鍵的部分可能就要破千了 當然廠商那邊的成本一定更低 何況又是Cherry自家推出的鍵盤 軸體可以拿成本價 不過就是這樣整套下來 你還有包括外殼還有PCB等等的成本 能夠在1000出買到也是很划算的 那這個價格 也是有很好的入門機械鍵盤的極具 不過因為它是最基本款 所以像是燈光、主要鍵什麼的 基本都不會有 連包裝內部也非常的簡潔 沒有給拔鍵器 然後我想吐槽一下是它的包裝 我一開始看它背面這裡寫出正宗德國製造 心裡是爽了一下 想說1000塊竟然可以買到德國產的鍵盤 我也沒太划算了吧 結果再看車邊這裡的標籤 寫的是Design in Germany, Made in China 現在是怎樣,你們兩個是合併了是不是 那後來發現是我誤會了 它還得包括上面那段才是完整的句子 也就是說軸體確實是德國製造的 但鍵盤本身是在中國製造 只能說你換行換的真巧妙 很容易讓人誤會 那實際上手體驗一下打桿 不愧是熟悉的cherry輕軸 打起來是又炒又爽 回饋力度以及段落感基本沒什麼好挑剔的 買一把這個方速色 它絕對會是讓你跟室友幹架起來的關鍵 那接著我也試了一下鍵位衝突的部分 不過就發現它是一般的六鍵無充而已 沒有抓到全鍵 所以如果你是對這把鍵盤有興趣的 想拿它來打遊戲 這部分你要去留意一下 特價1000出拿來體驗cherry是還不錯 但如果是原價2000的話 性價比就不怎麼高了 因為市面上其實有更多搭載的cherry軸 好鍵盤可以選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分享 這把RS6000M要走賣我看是比較困難了 所以我應該拿來做收藏 畢竟目前確實也很難買到這種復古外觀的鍵盤 加上說心裡還是有那個情懷在 所以就把它留在身邊 那也順便提醒自己 別再犯這種低級錯誤了 那G80的部分 我也拿來給測試平台做使用 公司竟然來的新員工 當然就是馬上讓他下去工作 我們絕對不能去浪費任何一點勞動力 肯定是要當個稱職的灌老闆 那開箱完今天的這兩把鍵盤 確實的感嘆著一路以來 周邊的零件也在不斷的改變 小時候哪會知道 在未來的機械鍵盤幾乎成了玩家的標配 然後又出了一大堆五花八門的軸體 板印上的燈光等等 那看完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對鍵盤有什麼心得感想 都會歡迎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然後加碼一個小彩蛋 原廠那邊說想要送出一條SSD給大家 抽獎方式一樣是到我的FB抽獎中留個幹話 那也要去幫Apple他們的粉絲團按個讚 我們會在五天後抽出新一新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掰掰